咬到臭,会导致什么? 蛀柱,胖骨,腰椎,腕椎,腕椎 腰椎采用一个蹭腕买骨 蹭蹭蹭腕是一个非常多大的病毒 大部分人是10度以内的,叫蹭蹭蹭腕症 大部分人是10度以内的,少部分人是10度以外的 蹭蹭蹭腕症是分为结构型的共同性 结构型是什么样的? 你不要说是半椎体,气型椎体的 举个例子 一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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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椎体,它长斜了 长斜了,它受的一个面不同的样 它是气型椎体或半椎体,它受的一个屏幕 那么呢,这个上面的话是什么样? 跟着歪下去 因为它受的一个不屏幕 那么呢,这种椎体的话呢,你再怎么搅动? 因为你搅动好了,它受的一面还是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不公啊 你不可能把残缺的椎体怎么样呢? 嗯 把它调过一点,把它调中间 那种的话,只能通过手术 或者其他地方怎么样? 紧一个角度 那大部分呢,一些 具体的失红呢,或者特麻型的 有原因很多的 而绝大部分呢,当初都是什么? 特别是肚子里面的,多数都是时候呢 都是两次的肌肉拉力都不等啊 比方说,这个人 右边的腰肌拉力会怎么样? 更紧一点 左边的腰肌拉力会怎么样? 更松一点 还有人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我刚刚讲的 说这个人喜欢怎么样? 跳耳朗腿呀 这人会喜欢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呢,这个人就是趴下来 趴下来之后呢,我们第一步 应该是不是检测 应该是干嘛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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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幼稚的 对 体位 挺幼稚的 保持床 对它怎么样? 解持床对它制洞 防止 防止 下面有电子呀,有被毯,有什么东西的 你看很多美容院里面,是不是把毛巾或者毛贝叠成一截一截的,铺在这个地方呢? 那如果你铺的不平的话,它再一躺,身体是不是睡歪了? 那么检测结果也是怎么样的 没问题 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人是说 怎么重过来 没了 你拍了也不动就行了 刘老师你给我检测一下 我的几句语有问题吧 他说你拍了我给你检测一下吧 这个人我穿上一拍 但是呢他穿了鞋 他想我手里的事情 我就不做鞋了 不做鞋吧 我就把你被干净装了怎么办 还有可能怎么样 他就把脚怎么样 留在外面 咱们从来一趟 让你再检测一下 会不会拽定的情况 也会拽定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你检测的 一定是怎么样 很慢很慢的 这呢并不是他本身怎么样 产生了一定的弯曲 产生了一定的伺候 是他的姿态就怎么样 还能够理解 你不能在地方身体不重的情况下怎么样 去对方检测 能够理解了吧 所以说第一步呢不是检测 而是看这个人睡得怎么样 正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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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排一下最好 你看他那边又回来了 那么他这个睡姿还是好的 还有一种人啊 你让他睡重 他就怎么样呢 睡得偏偏怎么样 一边去了 你让他睡重没有啊 睡重了 你睡歪了啊 你呢把他摆重了 他反而感觉自己怎么样 睡歪了 遇到过几种现象没有啊 这种人 你要不要把他摆重啊 不要 对 不要把他摆重 他这种重 是他自己感觉到重的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他能够理解 他感觉到跟床睡垂直了 自己睡舒服了就行了 他这种歪 是他脊椎出现的怎么样 问题 你把脊椎 从腰椎 从腰椎的脊椎 掉了之后 这种症状自然而然怎么样 就解除掉了 能够理解了吧 他觉得重就好 如果说 有的人 你睡重了没有啊 不知道 对不对 你把它摆一下 你现在睡重了没有啊 也不知道 那么怎么办呢 跟他一样 抬抬什么 抬抬屁股 把屁股抬起来 抬高一点 多来几下 这样的话呢 抬抬屁股 大腿小腿 这样的话呢 就解除了 床对他的制造 还能够理解 他就归自然位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 这个羽股花几万八的啊 那么你就不要他自己抬了 抬一抬 抬一抬 就可以了 还能够理解 要解除床对他的制造 结果是他觉得重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特意的摆动 能理解吗 那么呢 弄好了之后 然后我开始给他检测了 检测的时候 其实在什么地方检测 都是可以的 从上往下 从下到上 站在旁边摸 等等等等 他都是可以通过手把 怎么样去检测出来的 但是我们讲了 新手 新手跟老手最大区别是什么 是手感 是不是手感啊 新手一摸 摸得到了吗 很清楚 不是很明白啊 摸得到了 摸不到怎么样 一种感觉 人家坐山长的一摸 这个偏大面 那个偏这面了 新手怎么摸也摸不出来 有没有这种现象 有的 新手怎么样 它的触感 它这种手感怎么样 是比较差一点 手感差 那么怎么去弥补呢 那么呢 就通过我的肢体的左右摆动 和通过我的目光 去综合判断一下 我们让这个正方 趴重 趴重了之后呢 我们先体验 先和这个几率 行动上去 假如 当然了 这个很少 假如 它是在标准转断下 没有产生 任何测弯 测白的情况下 它从这里 到尾锥 应该是什么线 线 这个都该知道了 是不是 一旦产生了测弯 产生了测白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 其实脊柱测弯 不是很可学的 应该叫脊柱测突 因为脊柱测弯 很少有单独的一个测弯现象 都是怎么样 既测弯又旋转的 腰椎呢 一般是 测弯的弧度大于什么样 旋转的弧度 胸椎呢 因为有胸口的关系 多数都是怎么样 旋转的弧度怎么样 大于侧外的弧度 一般它都是半生的 像拧麻花一样 像拧毛巾一样的 那么呢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我先用我的身体和它的梗 脊椎形成一条直线 然后呢 用三指也好 用两指也好 我们先去量脊 轻轻的 起在这个脊柱两侧 起在这脊柱两侧 我们把裤子稍微退一点 现在记住两侧 至于 指尖放多宽 那么呢 是因人意的 因谁意而已啊 因患者而已 如果这个人是 十岁的小姑娘 另一个人是 五十岁的大汉 你告诉我 谁的尺度会更宽一点 五十岁的大汉 有多 你没听过这些词啊 嗯 非常非常有特别的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本来就是 经营人意的 你放的太宽了 你非要放这么宽 他什么侧完 你也摸不到了 是不是啊 你要放的太转 你就骑不上去了 能够理解了吧 所以说你放的宽度 要怎么样呢 要正好骑在这个人的怎么样 击度两侧 击度两侧 击度两侧之后呢 然后呢 我身体你看 我一冲 钉不过了 这就是钉不过 先和他身体怎么样 行动一条直线 然后顺着这个脊柱开始走 顺着脊柱走的时候 你要脊柱 你不能在表皮上面走 那我想懂的话 懂的话呢 是不是啊 你要骑着脊柱走 那么这个人有脂肪啊 我是不是要 向前要发力啊 这不是钱啊 哪是钱 肚子 肚子在这钱 是不是啊 是不是要向前发力啊 所以说呢 我要向前发力 这样我的力量怎么样 才能渗透下去 顺着透 开始走 从后面看起来 值不值啊 是不是不值的 第一遍 不要检测太精确 仔细的检测 在简单的检测下 知道这个大力的问题是在哪里 是出现的腰嘴快胸嘴 测完看S 大概知道一下就行 第二遍啊 再精细的检测一下 检测的时候 手指发这个力量 如果我发这个是十分力的 那么呢 七分是向怎么样 前去的 因为我要一个渗透力 三分是怎么样 向上来的 为什么说三分向上就可以了 没有五分 没有七分 没有十分向上呢 是因为脊椎是可活动的 如果我特别的用力的向上走 我会强行的把它捋直了 我会强行的把它捋直了 你不要说 你现在看啊 腰嘴它偏向哪一边 偏向哪一边 偏向哪一边 后面说 偏向右边 两边都看不出来 后面能看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两边和我一样 都是怎么样 在一条直线上面呢 可以很明确的怎么样 可以看出来 两边的人 到我两边来 或者到我旁边来 我说你的左啊 偏向哪一边 右 是不是偏向这一次 不是左 是右 是以谁为准的 换转 以换转为准的 是不是偏向右边 那么如果说 我强行的硬力 我可以做直的 但是我强行的把它怎么样 就捋直了 头一松开 它还是怎么样 还是弯的 还是弯的 还能够理解 所以说 发力的话呢 几分是向前的 几分是向上的 七分向前的 三分向上的 向前呢 是要力量渗透的 向上呢 需要的怎么样呢 你往前走的力量就够了 不要怎么样 刻意的往前走 第一面呢 要快速一点 大概知道问题在哪里 第二面呢 具体检测一下 还能够理解 还能够理解 我们呢 就先检查腰椎这一段 因为它的胸部力啊 幅度不是很大 我们再换一步就大了 上来 便于你们好检测 记住啊 第一步 换着怎么样 趴下来 扶我 然后呢 调整一下它的姿势 保持它是在一个 比较舒服自然 放松的状态 重位 然后呢 我身体怎么样 从钉子步 然后呢 用两手 起在一起挤住两次 然后顺着它的脊柱怎么样 还是往上走 发的力量是怎么样呢 七分向前的 三分怎么样 向上的 然后呢 根据你的目光 根据你的触觉 根据你的手左右的运动方向 你就能够判别出 它的脊柱到底是侧弯向哪一边了 第一次检查 什么都不需要你检查 第一次检查 你只要告诉我 在脊柱的弯向哪一边 是侧弯 还是S弯 是C弯 还是S弯 还能够明白 然后呢 我们检查检查的 逐渐带进去 从哪一节 弯向哪一节 幅度有多少 大还是小 还能够明白 第一边检测就这么简单 学校检测 大家不用 stressed 再 Dus 麻烦 terus 公志